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一个人在家里愉快地吃着灵酒刚刚买来的橘子 突然接到阿丽博士的电话 博士每年都要去山里县参加新发明发表会 结果回来的路上车罢工了 本想着叫拖车把车拉走 然后坐公交回去嘛 结果发现出门没打钱 就想让这个柯南拜托毛利大叔去接他 可惜毛利大叔不在 那你踩着滑板来接我吧 呃 踩滑板当然是不可能的啦 但是可以让那家伙打车去接呀 哎呦 吓得看灯橘子都掉了 就这么瞧 不想一个人看家的哀将 也跟博士去了发表会 再说隔壁还住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喵哥呢 但柯南坚定的说 喜欢福尔摩斯的都是好人 还说让猫哥去接他们 其实老秦好像也喜欢福尔摩斯来着 但是在酒场待过的猫哥 身上可是有酒味的 哀将的酒场雷达探测器早就想过了 甚至怀疑柯南是故意把猫哥放在家里监视起来 还能顺便拿他当幼儿 看看猫哥会不会干什么 会 会端过 毕竟哀将从小在酒厂长大 如果猫哥真的是酒厂的人 说不定他的照片已经落日到吃汗禽手里 也知道了他和柯南的身份 哈哈 我先向为敬 乐呵的墨经理好心停车打算载他们一程 就是副驾驶作长做到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桑巴胡杂男 就在这吓得博士了 爱将直接询问墨经理 是怎么知道他们是上没单前的墨经理告诉他 博士凶起的屋子 明显是记着安全带打翻的东西留下的 说明在这之前啊 博士应该在开车 现在人站在这个公交站随便又没有车 加上刚才他在路边看到一辆被拖车拉走的车 应该是车子出了问题 但公交出来了他们却没上车 那肯定是没单前的 不然在啥呢 等下一个天亮 半路墨经女问博士要去哪里 哎呦还挺巧哦 都是米花亭 来讲突然警惕 打断刚准备和墨经女闹磕的博士 还下轿让博士哄她睡觉 因为他发现这辆车里不仅有三处弹痕 座椅的缝隙里还有残留的血迹 没过多久 香巴男醒了 看到车里多出来的人十分不满 则知他们认识毛利小五郎 然后开始光明震撼的讨论 跟在毛利身后的那个小鬼 并且已经看出了破案的时候 控场的其实是柯南 也不怕后座的两个人醒了 哎呦 瞧把阿姨将给吓的 诶 等等 兄弟 你你你你确定要让柯南开场啊 我怕你们搞不足啊 还说什么怎么让个半死就够了 距离赶紧杀绝之前 把博士给阿姨给吓的呀 你们在说什么奇奇怪的东西啊 要不是我知道你们俩是谁 我倒以为柯南被人盯上了 发现我耍人醒了 莫经女提议去附近的休息站 还直接就把放在置物箱的枪给撸出来 阿姨将记者尿顿给柯南通风报信 柯南衣服一穿 踩上小滑板就出门 让阿姨将假装遇到了朋友 要坐别人的车回家 当然这么明显的谎言的妈肯定会被看穿的 但可以再被找到之前躲起来啊 柯南也觉得 有可能目标是毛利大叔 和他们没关系 顺便问了一下他们的特征 柯南渐渐的懂了 柯南突然想起伤疤男的声音 柯南让阿姨将假装大人说 再上厕所 听到是女人 对方就会不好意思赶紧离开 前方高度 吴槽 你在干什么呀吴槽 虽然伤疤男是吓走了 但是这是男厕所啊呗 柯南就让他们赶紧从厕所的窗子爬出去 你个憋三算计我 我觉得柯南这是在报以前没吓的称号 话音刚落柯南也到了 其实这两个瞎小孩的是警察 长野县的上员游一盒大和杆将 哦不是 大和杆柱 游一小姐姐因为之前的案子 眼睛挨了一圈 才戴个大墨镜遮了一下 车上的痕迹呢也是带涂射的 子弹还擦破了杆将的额头 血迹也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柯南从他们说话里特有的词 知道是长野放言 加上杆将独特的伤疤 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去弄个半死的杆进杀绝 是杆将这个带的特残 不过这并不是长野特有的说法 而是赶将从他奶奶讲的 故事里面听到的 毕竟 吓人可真好玩呀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刷这咯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侦探们 记得点赞 披露海关注另一个 山树相逢 我们下期见会咯 拜拜 by bwd6 们下期见